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线下施工全面转入线上施工阶段 2023年6月 这条高铁将建成通车 届时期将促进沿线企业落地 建成142公里的经济带 并推动亚万两地资源联动 形成高效的40分钟旅游生活圈 亚万高铁项目全长142公里 正线铺轨总长279.4公里 其中油炸轨道区段112.8公里 五炸铺轨166.6公里 均采用攀钢生产的50米钢轨 共11810根 自2020年11月开始 3.8万吨攀钢钢轨分5批次从广西防尘港发出 经国内铁路 海运及印尼境内铁路 运输至印尼支拉扎港 转运至西爪哇省万龙县雅万高铁铺轨基地 历时10个月全部抵达 漂洋过海的50米攀钢钢轨到达加工基地后 采用全套国产装备和先进的卖动闪光焊工艺 焊接成500米长钢轨进行铺设 据了解 此次是我国首次大批量出口长定尺钢轨 有关部门克服了高精度加工 港口运输和船舶运输三大难题 多项技术创国内第一 自1975年第一只蒲轨下线至今 攀钢已经先后成功开发出五代钢轨 在我国以投运的高速铁路中 有70%的钢轨来自攀钢 同时 攀钢钢轨还出口到美国 加拿大 巴西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墨西哥等35个国家和地区 据悉 雅万高铁连接印尼首都雅加达和第四大城市万龙 作为印尼国家战略项目 是中印尼两国务实合作和共检一带一路倡议的标志性项目 该高速铁路项目是东南亚第一条最高设计时速 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于2018年正式开工建设 然而 万高铁路项目建设过程并不容易 尽管线路长度仅百余公里 却几乎涵盖了火山 滑坡 水库滩岸 地震液化层 活动断裂带等高速铁路建设最担心的问题 同时 雅万高铁共新建隧道13座 总长16,643米 隧道所处区域地址具有粘土 沙岩多和附土堡等特点 极易造成隧道结构不稳定 发生变形塌方等问题 施工难度大 安全风险高 6月21日贯通的2号隧道 位于印尼西爪哇省浦瓦加达县 全长1052米 最大埋身53.6米 为单栋双线设计 施工过程中 隧道变形 滑榻及永泥等异常情况频发 是全县修建难度最大的控制性工程之一 目前 雅万高铁隧道全部贯通 寒洞工程也已全部完成 陆基 桥梁 车站土建工程完成量均在90%以上 工程建设转入铺架施工阶段 主要进行香梁架设 五闸轨道铺设等作业 为全面竣工和开通运营创造条件 项目建成通车后 雅万双城出行时间将由现在的三个多小时 缩短至40分钟 形成快速客运通道 实现沿线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对助力印尼经济社会发展 深化中印尼两国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 促进一带一路建设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印尼属于岛屿国家 有14000个岛 主要是水运系统和公路网解决运输任务 基建自然不算太好 目前 印尼全国铁路总长6458千米 但73.6%都在爪哇岛 不利于国家经济发展 爪哇岛占印尼GDP50%以上 所以印尼只能通过雅加达的经济 向周边辐射才能发展起来 这才有了雅万高铁计划 雅万铁路的建设 印尼十分重视 日本知道后 从2008年就对该项目进行酝酿和公关 并在印尼日本友谊节上 展示了新干线的技术和产品 2009年 日本甚至开始了雅四高铁的可行性研究 计划建设速达300千米每小时 全程730千米 从雅加达至四水 穿过万龙等多个城市 而那时能出口全套高铁技术的也只有日本 市场供需关系不匹配 日本在高铁项目上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所以一开始日本开出的价格并不优惠 导致该项目一直拖到了2015年 直到中国开始介入 中国的介入可以说 是给不可一世的日本上了一课 当时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亲自带着贷款事项来印尼谈判 被印尼调着不给回话 同时印尼领导人前往中国访问 签署了中印尼亚万高铁合作谅解备忘录 随后我国领导人回访 双方又签署了关于开展亚万高速铁路的框架合作安排 标志我国正式进军印尼高铁项目开始和日本打类 中日首次交锋在2015年7月 印尼正式宣布计划修建亚万高铁项目 中日两国开始轮番派特使赴印尼陈情 日本特使这次访问印尼重新修改了高铁建设方案 比起当初的方案工期更短 贷款利率更低 条件更优厚 并且还有附加项目 帮助印尼建设亚万高铁沿线的基建项目 8月我国派出特使 但是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极其利好我国的事情 印尼总统宣布重组内阁 负责高铁项目的部长被撤换 让日本多年的公关打了水漂 随后日本再次派出特使 对7月份的方案再次修改 继续降低贷款主权担保比例 而我国特使和驻印尼大使 一起在印尼洽谈和游说的同时 我国企业还在印尼最大的购物中心 甘达利亚城购物中心 做起了高铁宣传展出 9月3日 一条坏消息传来 印尼取消了高铁项目 并退回中日双方的方案 我国并没有放弃 立马开始和印尼进行接洽 而日本却没有动静 其原因是印尼提出了很苛刻的要求 希望是企业对企业的商业合作模式 不占用政府预算 两国企业共同承担风险 政府不提供担保 日本方面认为 如果印尼政府不提供担保 那风险将会很大 而我国接受了该提案 随后修订了计划 成为唯一符合印尼标准的方案 整个项目预计造价高达55亿美元 当时是我国海外铁路建设的最大单 除了我国的提案更优惠以外 还因为我国高铁造价更低廉 因为我国高铁每公里的造价约0.3亿美元 日本高铁每公里造价达到0.5亿美元左右 事实上日本给的利息更优惠 每年低到0.1% 而我国是2% 如此说来 我国能击败日本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技术更合适于你 中国高铁技术是从日、德、法、加拿大同时引入 因为加拿大部分地区在北韩地区 在此基础上研发制造出符合我国需求的动车组 例如高寒动车组和防风沙动车组 所以我们的动车组可以在更加复杂的工况下运作 加上德国西门子的智能化技术更出色 失诚西门子的中国动车智能化自然不会落后日本 所以日本输得很惨 中日高铁之战更像是被美国主导的代理战争 其目的是为了阻止中国一带一路建设 因为一带一路是中国制定的最大基建援助项目 里面包含着众多中国标准的输出方式 并因地质疑建设符合别国需求的中国标准 例如在铁路项目当中 非洲、东南亚缺乏电力 中国帮助他们建设内燃机车铁路 顺便帮助他们发展电力网 和伊朗合作时也没有出现哄台价格的事 所以一带一路在发展中国家颇受欢迎 在亚万高铁修建前 印尼投资统筹委员会主席弗兰基曾表示 亚万高铁的动工修建 将直接或者间接带动动车厢组装 车轨制造等相关行业发展 提升对钢轨、铝财等铁路相关产业的投资 进一步推动火车制造业和运输业发展 同时 印尼发行量第二大的英文报纸 《雅加达环球报》曾报道说 亚万高铁项目建设过程中 将创造2万个就业岗位 而今 亚万高铁全线贯通 其沿线将具有巨大的经济潜力 亚万高铁对于促进沿线引资的作用 是慕容置疑的 作为高速交通工具 高铁的建成将降低周边地区的经济活动成本 吸引资金投向沿线地区 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繁荣 印尼自然资源比较丰富 其对外资源有绝大部分都是石油 天然气、橡胶、涅矿等资源的进出口 又由于缺少下游的制造业 印尼基本上都身处出口原材料的产业链上 为了避免让自己变成一个资源型国家 印尼出台了一些政策 如限制原矿出口等等 从而使国外投资者必须到本土来投资矿产 在本土建厂进行资源的出加工再出口 这样就能拉动印尼国内的一些投资 而亚万高铁建成后 则可能会沿线规划一些产业园 企业在这里建立起来 相应的一些投资也会顺势落地 对于中国而言通过这种基础设施建设 能够在印尼打出中国品牌 中国制造 中国技术 以及在高铁全产业链上的竞争力 就得以凸显 它可以作为一个标杆 推动更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落地东南亚各国 进一步推动深化中国和东盟国家的 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与经贸合作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